大家好,人们都说茶叶特别好,又天然又健康,而且有保健功效 那么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成分让茶叶有这样的功能呢? 经常被营销号挂在嘴边的egcg又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这期视频就来成分为科普一下茶叶活性成分中的一大类物质,茶多芬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茶叶中的多芬类物质,简称茶多芬,占茶叶甘重的18%到36% 在早些年研究比较初级阶段的时候,也被叫做茶丹宁或者是茶柔质 不过这俩名字现在已经很少用了,说的都是多芬类物质 那么茶多芬主要包含哪些呢?我们一个个来讲 第一,儿茶素类 如果问茶叶中什么物质名气最大,那毫无疑问是儿茶素中的egcg 仿间有很多功效的虚假宣传都喜欢拿egcg说事 egcg全称表莫氏子儿茶素莫氏子酸质 在儿茶素这个分类里面,它还有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分别是同为纸形儿茶素的表儿茶素莫氏子酸质,ecg 以及两种简单儿茶素,包括表儿茶素ec,表莫氏子儿茶素egc 儿茶素为白色固体,易容于热水 在高温或者是氧化酶的作用下容易发生氧化 体现在红茶制作工艺中,儿茶素会被氧化成茶黄素 进一步形成茶红素、茶褐素 这点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 平常我们提到的茶叶抗氧化、抗菌、抗病毒的作用 大多都是儿茶素的功能 而防癌抗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主要是茶色素的功能 第二,黄铜、黄铜肝类 黄铜及黄铜肝类物质大多为亮黄色结晶 其中黄铜难溶于水,但是黄铜肝类物质可溶于水 并且它的水溶液是黄绿色的 对绿茶双色形成的作用比较大 第三,花青素、花白素类 花青素大家应该听的比较多 在植物中很常见,起一个橙色的作用 香茶树品种中有一个叫紫芽的 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比普通的茶芽高得多 花白色又被称为影色花青素 平常是无色的 在红茶发酵过程中会被氧化成有色氧化产物 它俩的主要功能是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 提取出来的可以在食品当中作为防腐剂来使用 第四,分酸及缩分酸类 这类物质在茶叶中的含量较少,在茶汤中呈色味,丰富了茶汤的口感 以上可以看到,茶多芬不仅对人体有重要的生理活性 而且和茶叶品质密切相关 照这么说,是不是所有茶叶中的多芬类物质含量越高越好呢? 其实不然,举个例子 夏秋茶之所以没有春茶这么好喝 正是因为夏秋季节气温高,日照强 茶树体内氮素代谢水平相对较低 多芬类物质较高,氨基酸类物质较低 所以制出的绿茶苦涩未重,品质不及春茶 价格自然也没有春茶那么高 许多高校院所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想要降低夏秋茶的苦涩度 减少分类物质含量,提升夏秋茶的产品价值 目前茶多芬除了存在于茶叶中 它的提取物还被应用在食品、日化用品中 比如说口香糖、洗面奶、洗发水、洗发露、牙膏等等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茶多芬的渊用还是很广泛的 总结来说,茶多芬是一个大家族 其中不同的物质起着不同的活性作用 但从茶叶平硬的角度来看 茶多芬并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要讲究一个比例的合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有收获的话 那就请点赞评论或者关注我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